我们最后是讲到这个 就是VBA的 这个有关 怎么样把 逻辑函数部分应用在那个 就是除了输出结果之外 还可以把那个像 输出格式 你把它加进来 所以上礼拜最后 当然是先做那个逻辑函数 一幅的逻辑应用 那再来就是有关那个 多重的 多重判断 最后当然就是把它改成VBA 也许你按个按钮 它自动输出 合格不合格 然后有个清除 那当然有个成绩多重 那也一个清除 所以这个跟这个最大差别 是这个是两重 合格不合格 那有一个那个多重的 那多重的话呢 当然它这边有ABCD 会多好几个逻辑判断 那如果说你有多好几个逻辑判断 除了可以用那个 就是一幅的函数里面 这边有潮状的一幅 总共呢 假设有四个 你可能要三个一幅 那如果在VBA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所谓的ALS一幅 然后呢 一直 一直看你有几层嘛 反正你就一直往下 一直去做判断 那这个 在一幅的函数里面的话 它这边有提到 其实最多应该是七成 最多是七成 超过七成的话 你可能要再 变成要分两个逻辑判断 那在VBA里面 比较没有这种限制 那这边有个多重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最后讲到 有关那个 如果你要把函数部分 转成VBA的话 其实这个到底差不多 只是说呢 你要把它做一个转化 那转化的方法 当然不外乎就是 会多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一样是从那个 第二列 假设你输出 第几列到第几列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当然有个逻辑判断 一幅 第一个条件 是大于等于八十 输出A 第二种条件的话呢 是大于等于七十 输出B 然后反之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个以后的话 它其实都是 跟第一个最大的差别 是前面多加一个L 一幅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们是 把上面东西 把它复制贴过来 贴过来 再来做修改 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以后 如果说你有很多 从的这个逻辑判断的话 你可以一直往下复制 然后可以从上面一直往下 比如说从八十 七十六十 一直往下 剩下的就是L 然后就是把它 做一个输出的动作 那当然呢 除了资料的输出之外 如果说你要做 颜色的输出的话 上个礼拜最重要就是 当然除了输出ABCD之外 那我如果希望呢 能够给它不同的颜色的话 一般 其实工作上用的最多 不外乎就是 把它换个颜色 换个底色 换个框线 然后呢 也许加个粗体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上个礼拜有提到啦 也许你这边可以加 加上一些颜色 A的话 给它一个蓝色的 B的话呢 给它一个底色 是黄色的 然后呢 C的话 给它一个框线 D的话呢 就是再加一个粗体 红字是红色字 粗体字 OK 那这个大概上礼拜有提到啦 所以请贵 如果你这部分 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回去还是要一定要做复习 因为这东西啊 忘得很快啦 学得很慢 忘得很快啦 因为这东西啊 马上可以派上用场 你要把它熟练的话呢 我觉得啊 还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练习 但是你会发现啊 用来用去 但逻辑基本上都差不多 其实我们只是说 把上面的多成绩多重 加一个名称 也许颜色 那除了输出这个最后的资料 A的部分 底下这个部分是输出什么 输出我们的格式 所以如果说将来 你要输出一个 颜色是蓝色的话 像这个地方蓝色的话 那其实啊 你大概就可能要需要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使用FORMS的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Color 那给颜色的话 记得用RGB啦 反正VBA里面 颜色一律用RGB 那如果是蓝色的话呢 那一律就是RGB嘛 那因为是蓝色 所以是把B的部分 用到最大255 其他的话就是0 那如果是要底色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用到一个物件 这个叫INTEL 底色的部分 它的Color如果要是黄色的话 那就是红色配上绿色 25525 那最后是一个0 那C的话是一个框线 框线的话 那你可能要多再学一个 所谓的Boulder 那Boulder你会发现 跟上面两个物件 最大的差别 它会有一个S Boulders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线 理论上是1234 它其实是复数的 所以它的颜色的话 如果你要加上去红色的话 一样是RGB嘛 那红色的话呢 不明示意嘛 就是红色最多255 斗点00 那这样红色 那最后这个第一的部分呢 是加一个Bould 就是出体 这个出体字等于处的话 那就是出体 如果Force的话 那就是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所以处跟Force 有点像一个开关 如果你今天往上扳 假设是处的话 它就开 如果关的话呢 那另外就是一个Force Force的话就是关 在VBA里面 用处来表示开 Force表示关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 把颜色加上去之后 最后当然我们 后来有讲到有关 那个清除颜色的部分 所以你假设 清除你不能说用 这个清除 上面这个清除呢 如果丢那个空字串进来 它只会清除里面的资料 如果你要清掉上面的颜色的话 字的颜色你可能要再把它改 所以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的部分 恐怕要注意一下几个重点 就是不是直接清除 而是除了清除资料 清除资料是塞一个空的东西 给它之外 如果你要把字的颜色去掉的话 Fone Color等于黑色 所以后面的话塞一个黑色 它就恢复成原来黑色 那底色的话呢 就是把Color 给它一个没有 那没有在那个VBA里面的叙述是XL 这是XL None 就是没有颜色 那再来框线去掉的话呢 就是LIFESTYLE 也是没有 LIFESTYLE就是它的那个线条的样式 没有的话就是恢复成预设的 这种灰色的 其实列印的时候也不会出现 那最后呢 BOLD这个出体字 就是等于FALSE就关掉 所以基本上呢 把它输出之后的话 那就是清除 所以上礼拜最后是讲到这里 那请各位 就是再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再需要做几个部分的练习了 也许就是在云端上面呢 这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是 再把那个我们云端上面的云端白板 逻辑函数部分 这边有程式码 打开来之后的话 其实上个礼拜的答案都在这里 如果你要复习的话 其实 回到家记得把这个打开来 再练过 不然的话呢 你马上应该 这个礼拜应该又归零了 脑袋一片空白 我讲什么 好像 有些同学眼神一片患散 表示应该回去 没有再做一下练习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顺便补充一下有关那个 加框线 因为将来你要列印报表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需要 去把那个表格框线先做好 但是如果说你有可以一键完成 把框线自动完成之后的话 那你将来呢 你直接列印出去就好 再加一个列印功能 列印指令的话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报表 真的列印出去了 那只是说呢 我如果后面 还希望加上 这边总共会有五个按钮 这五个按钮分别就是说 我希望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 什么线条呢 改成实线的 然后改成红色的 改成粗的 然后另外的话呢 可以清除这个框线 还有呢 怎么样可以把那个 比如说我希望再做漂亮一点 比如说蓝名中间这两条线 用双线 其他用单线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其实答案就在底下 不过这个我想你们先 先把这个上礼拜的范例档先打开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补充说明一下有关 Bolder 就刚刚Bolder 史加艾斯那个框线物件的使用方法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说将来 如果你需要自动帮你画任何工作表的框线 其实都可以利用这个地方衍生出去 可以帮你自动完成 所以只要你要画框线的话 其实这边都可以派上用场 自动产生框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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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